Ladies and Gentlemen 歡迎黎琳愛在灣區表演舞台 精彩的節目馬上就要開始 請放上你的耳機,將音量較大 享受今晚的表演 Ladies and Gentlemen 歡迎黎琳愛在灣區表演舞台 精彩的節目馬上就要開始 請放上你的耳機,將音量較大 享受今晚的表演 大家好,晚上好 這是愛在灣區中文網台 我是你們的台長沈哲漢 現在這個環節是名人性格測試 台長準備了 一連串心理學的知識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心理學的 我本人正在看的書 就是Carol Jung 之前也和大家提過 他是一個瑞士心理學家 他研究出很多 到我們現在 今天都很普遍 大家都認識的一些心理學的概念 今天我想和大家談的就是 外向和內向 這兩個概念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聽過 外向和內向 如果你一想起外向 就是一些很社交的 社交活動很多 經常都想和人聊天 或者開派對 說起內向的人 通常都比較靜 比較害羞 喜歡在家裡讀書 但是 究竟內裡的運作是怎樣的呢 即是人的腦部是怎樣的運作 才會令到 即是人有這兩種 這麼不同的性格 那今天呢 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這個show 就是 即是盡量想 簡短些 但是因為這個概念 是 都頗為複雜的 所以希望大家 有少少耐性 和台長一起 去 進入這個話題 我們先講講名人 這個show 是以名人標榜的 所以我想帶出一些名人的例子 想show給大家看 左手邊這個 就是 Darwin Darwin 就是 現代的生物學 進化論的 原創者 一個很威水的科學家 左手邊 亦都是一個很出名的哲學家 叫做Nitsche 中文譯在泥彩 中文譯 這兩個 即是思想家 可以說 他們兩個很大分別 就是左手邊這個Darwin 他的思考方式 就是外向的 英文就是extrovert 外向 而右手邊這個Nitsche 他的思考方式 就是內向的 向內的 向裡面去發展的 我們知道 生物學這個Darwin 他採集很多不同的 證據 可以這樣說 還有一些生物上 他可以看得到 觸摸得到的 一些特徵 從而研究出 這個進化論出來 譬如人的選擇過程 我們有什麼特徵 身體上高 隨著時間過去 人和大自然之間 是怎樣的關係 這些所有的東西 都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而且是在我們現實的世界上 可以證明得到的 右手邊這個Nitsche 相反地 他的思考方式 就是他喜歡一個人在想 他就抗拒 抗拒接受外來的一些 資訊 所以可以說是一種 比較負面的 有些人會叫這些 批判思維 Critical thinking 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理論就是 每一個人都會有Critical thinking 但如果你的Critical thinking 是慣性地 經常地 都是用這一種思考方式 而這一種方式是你主要的思考方式的話 你變成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 因為你是想向內去發展你的思想 就不是向外邊的世界去發展 OK 附帶一句 這個Nitsche 最後他的晚年 就是在精神病院道過的 走火入魔 OK 又給了另一個例子 比較近代的例子 左手邊 就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Steve Jobs 很多人不會以為是他發明iPhone 或是他發明Apple電腦 但是 原來真實的真相 就是原來右手邊這個人 Steve Wozniak 他的拍檔 才是真正發明iPhone 或者可以說是Apple電腦的原創者 OK 但是因為Steve Wozniak 他的性格相當之內向 一個很典型的電腦迷 喜歡自己一個人躲起來 就組裝電腦 OK 所以他發明了這些玩意 其實他自己本身 好像是一個 當是一個嗜好 一個興趣 但是就是因為 左手邊的Steve Jobs 是一個外向型 OK 他就很懂得銷售東西 這些人做銷售就適合了 所以就找到兩個拍檔 看到你發明這些東西 這麼特別 所以他就拿去推銷出來 最後就是成為蘋果公司的領導人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一個外向加上一個內向的人 的拍檔 其實就可以發明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OK OK 對了 根據這個心理學家CG Yung的說法 是吧 一個人是外向和內向是什麼 斷定的呢 其實這個到現在為止 都是一個謎 大家都是沒有一個共識的 我們都不知道是 什麼的緣故 是為什麼 某一種的人 會是外向 某些人是比較內向 而根據數據顯示 有50-74%的人 是外向 OK 而呢 內向的就佔比較少些 就是 26-50%的人 就是內向 而且我們看回一個家庭來說 一個家庭 雖然他們是 共同擁有一些基因 但是同一個家庭 會有些成員是外向 有些成員是內向 而我們看回社會的層面 OK 我們也可以看到有很多 有錢的人 也都是有外向來向 窮的人也都有外向來向 所以這種特色 就沒有分任何的性別界限 沒有分種族界限 沒有分你有錢沒有錢的 即是說社會階層 也都甚至乎沒有分你是同一個家庭 OK 又或者不同的 完全沒有關係的人 都可以是外向或者內向的 OK 那這個 心理學家 如何去解釋 這一點 OK 我們從一個比較 即是說 怎樣說 我們從一個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OK 我們首先 就要分開了 這個客體 和主體 這兩樣東西 OK 客體 英文就是object OK 主體英文就是subject OK 那客體 就是我們在外邊 即是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認知的外來的世界 可以這樣說 即是我們看得到的東西 聽得到 碰得到的真實 這個我們大家都認同在外邊的世界 那就是一個客體 主體 主體 on the other hand subject 就是你自己本人 OK 是屬於你自己的 這個就叫做主體 OK 那就是為什麼我會用一個 即是圓滑溜的地球代表客體 一個心形代表主體 那這個就是外在灣區才可以找得到的 OK 即是我解釋了之後 你就謊言大誤的了 主要來說 一個主體 始終 都會和你的客體 是有些少分別的 OK 永遠都不會說 一致的 OK 你心裏面想的東西 和外邊 即是說你可以觀察得到的世界 不多不少 都會有個分別的 有個相差在這裡 OK 譬如 如果我 如果我 心裏面想 這個地球 其實不是圓形的 是深形的 OK 就是北極那裏 北極那裏 沾了進去的 而南極那裏 就沾沾的 這樣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的主體 就有這個 思想 有這個想法 OK 但是客體 即是說客體 經過我 在學校學到的東西 我看過的書 我和其他人聊天 老師教我 電視告訴我 地球 其實是圓的 又或者是橢圓形的 形狀 所以 就有一個衝突 對吧 就是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自己 就覺得 地球應該是一個深形 但是 客體方面 就是一個圓形 對吧 所以 變成了 就有這個衝突 在這裡 OK OK 那就 或者我再說 多兩句 OK 所以 就有些人 他們的傾向 OK 心理傾向 就會比較 他的定位 就會定在 這個客體 用這個客體 而作一個定位 Orientation OK 有些人 他們的 思想 和行為 的傾向 就會 由主體 那方面 去 話視 這些人 可以說 就是內向的人 OK 如果你是用客體 去定位 就是外向 用主體 去定位 你的思考方式 就是內向 OK 在這個人類的進化 究竟 這兩種人 根據這個心理學家的說法 都是需要有的 在我們這個地球上 我們這個人類 OK 這一種的 啊 這一種的動物 可以這麼說 是嗎 就因為 外向的人 他們的生存的方式 就是他們會在這個世界上 盡量去適應 OK 去適應 去 將自己 繁殖 OK 在這個世界上 OK 內向的人的策略 就是剛剛相反 他們就想 關閉自己 就不希望這個世界影響到他們 OK 他們想 維持自己的主體 即維持自己的心裡 想過一套 從而呢 就可以鞏固到自己 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 OK 的存在 所以 他們偏向就會 就是 會對著這個世界 帶有少少的 負面的看法 OK 因為他們的策略 就是想 將這個世界上高的價值 就拿走去 然後放在自己的身上 這樣 OK 所以這些人 他們通常都會比較 關閉一些 不會怎樣出去 接觸其他人 或者外來的事情 喜歡自己思考 自己喜歡想法 這樣 就 將自己的身體 身體 維持在一個 比較 安全一點的 一個狀態 那裡 就不會這樣繁殖 那麼多 你試想想一個群體 有些人當然會繁殖多些 有些人就 想維持自己的身體 好些 就不想出去搞那麼多事情 這個是一個 一個 自然的 一種的定論 根據這個心理學家 OK 根據這個心理學家 我們今天就講一下 外向的思考 OK 外向思考 OK 那外向的思考 OK 是怎樣去進行的 就是 我們就要想一下 根據Sigmund Freud的說法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 Libido Libido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翻譯 Libido 是一種的能量 OK 一種的能量 他很多時候 就說和性有關的 OK 一種的能量 一個思想上的 腦部的一種的能量 一種的能量 一種的能量 當你是一個外向思考的人 的時候 OK 你就會將這些能量 就由你的主體 抽出來 然後就放在客體上 OK 而你的 清醒的時候 你的意識 就是會 放在客體上 大部分的時間 而你的主體 就會 一般來說 比較忽略了 OK 如果你是一個外向的人的話 就是思考的功能 我放在T 就是思考的功能 如果你記得第一集 第二集 我都解釋過了 T的思考 就是思考的功能 但今天就不是說功能 今天就說 外向和內向 這兩個傾向 OK 那 就 一個外向的人 就把這個能量 由主體 帶去客體 即是說 如果我心裡想著 這個地球是一個心形的 OK 如果我是一個外向的人 我就會把這個思想 刪除 又或者 放在我的無意識 那裏 就不想了 我只是想客體的東西 看書本裏面的知識 和其他人溝通得到的知識 在這個世界上 看到的東西 聽到的東西 我作為一個律師 當然我是一個 需要花很多時間 在客體上 因為我需要 我需要 尋找 證據 我需要 尋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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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一回事 我需要 將我的案件 砌製成一個很有 很有 有頭 有 即是說 很有道理的一種 說法 去說服法官 陪審員 原來這樣 所以這是一種 客體上的思考 很少會想主題 因為法律 不是 我作出來的 證據也不是 我製造出來的 所以我自自然 就是一個 客體 定位的思考方式 但有些人會說 但我不知道我是 外向還是內向 有時候會外向 有時候會內向 如果其他人看 更加模糊 因為其他人 都不知道我在想甚麼 有幾個特色 幾個特徵 就可以 令到你 知道你究竟 是一個 是不是一個外向的思考型 首先 你看一下你想的 標準 因為思考判斷 你是要判斷一件事 你是要 是黑還是白 是對還是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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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用甚麼標準 去斷定這些 先 如果 如果 你是用 一種客體 即是 每一個人都 都明白得到的標準 去作出這個判斷的話 那你就是 一個 外向的思考型 OK OK 我給你一個例子 偷東西 偷東西 偷東西還是不對 你去超級市場偷東西 對嗎 是吧 對還是不對 我們當然要看法律 看法律寫甚麼 我們的刑事法案 第幾條 第幾條是寫說 不准偷東西 不准拿別人的財物 是吧 我們有一個 觀念在這裏 就是 法治的世界 我們每個人都有 權 去擁有我們自己 的財物 是吧 所以 如果我是一個 外向的思考型 我就會從這個 這個標準 去思考這一點 是吧 我是要 看得到的法律 不是 我們要 憑這種客觀性的 標準 去斷定 這個行為 對還是不對 是吧 這個就是 所謂的 客體的標準 是吧 如果 你用這個思考的方法 你會開始 覺得 你的思想 雖然是靈活 但是始終 都會有個框框 在這裏 是吧 你比較起來 如果你是用一個 主體的標準的話 那你就 自由度大很多 是吧 這個是其中一個特色 另一個特色 就是 結論 你的思考 那個 方向 是不是最後 去帶回你 一個 客體 一個object 由一個object 到另一個object 或者 回到原本的 出發點 例如 你在想一件事 是用 客體的data 客體的數據 去開始 你的思考 的過程 然後 你一路 將這個過程 推高 推到一個 一個高的點 那裏 然後 最後這個高的點 就會流入 一個 客體的觀念 思想 方向 OK 如果你是這樣的思考方式 的話 這也是一個 外向思考型 是吧 有什麼 例子 可以供給大家參考 例如 如果 我說 我的 開始的出發點 是 暴力 是不對的 是一個 法治的社會 這個是我的 思考的出發點 然後 我就會 開始去搜集 一些的證據 例如 好像 香港最近 有個女生 射盲了一隻眼 是吧 證明 這個暴力是不好的 有警察 手指被人咬斷了 是吧 OK 然後 暴力令到 那些人不敢出聲 OK 帶有這個 恐嚇的成分 在這裏 令到社會 變得 不安定 令到生意 做生意的老闆 虧錢 是吧 那最後 我的結論 就是 我們必須要 禁止暴力 OK Stop violence 那所以 你可以從 我這個思考的 Train of Thought Process OK 就是 一步一步一步 這樣 就是 由 一個客體的 的 開始點 一個設定 就是說 暴力是不好的 然後 就在這個真實的世界上 找多些資料回來 找多些材料回來 去 讓我去將這個思考的過程 一層一層地踏上去 然後踏到最高的時候 結論就是 我們一定要停止暴力 這樣 也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種的 客觀性的一種 看法 OK 這一種的結論 這一種的思考方式 相反地 不好處的地方 就是 沒有什麼創意 OK 沒有什麼創意 因為 你 那個方向 始終都是向客體 出發點 又是客體 到最後的終點 也是一個客體 你沒有帶了一種 你自己 本人的想法進去 變成你這個 整個論述 就會變得有點 佛味 第三個特徵 很多人都說過 因為你這個思考 是屬於 這個世界 其他人想得到 其他人都想得到 OK 那就沒有了 那種 你自己的個人 那種 的 性質 在這裏 就變成了 有點佛味 OK 第三 第三個特徵 就是 你的思考 開始 在你的腦海之中 就會開始 創造一些方程式 如果你是一個 外向思考型的人 你的傾向就會 有開始 因為你經常想 一些東西 你會很累 所以你 與其是 經常都想 那倒不如 設定一個方程式 OK 設定一個方程式 就是 我會 運用這個方程式 去做不同的事情 我認為這個方程式 一定可以的 OK 那有些人 他的方程式 就是 很硬的 是很難 可以變得到的 那這些人的思想 就會比較 偏激一些 是吧 就是 有些人的方程式 就會 比較容易 可以adjust OK 但是 no matter what 如果你是有一個 一個 一個屬於 一個客體的 的方程式 方程式 那你都算是一個 外向的思考型 OK 就是 你在做事 是有一個 方程式 OK 有根有據 這樣 這一種的人 當然 最好就是 可以 從事一些 建築行業 又或者是 科學家 又或者是 醫生 律師 會計師 這些 這些人 就很適合 因為他們經常 都要搜集很多 外來的資料 然後把這些資料 堆在一起 然後用一個 很有 系統性的 思考方式 OK 去 process 這些 數據 這樣 OK 然後 看看我 下一塊 下一塊 OK 這些人 通常 他們 以為自己 是很理性 以為自己 是很客觀 是吧 但其實 根據 心理學家說 人 是很複雜的 人的思想 是很複雜的 為什麼這麼複雜呢 因為 原來 你有一個無意識 不要忘記 哈哈哈 你的意識 只是你的想法 一小部分 其實 我正在說 這個 只是 你的清醒 你有意識 的時候 OK 你就會 這樣的想法 所以 這件事 會比較正常 在外邊的人看 但同一時間 原來 有一個無意識 的process 都還在進行 是你不知道的 是吧 所以 叫做無意識 是你在不知不覺的時間 原來 你的 客體 的Libido 又會 倒流回到 你的主體 那裏 是吧 因為你要有一個平衡的 OK 你要有一個平衡 而你 譬如 如果你是用 你清醒的時候 會偏向 用你一個思考的功能的話 那你無意識 你其餘的三個功能 就會被壓抑 那 就會變成 走進去 影子 裡面 譬如你的 器官 認知 你的直覺 認知 以及你的 情感判斷 OK 就好像 你有一個電腦 你一個 螢幕上 影子 在打 那 ale 你 不知道 後 有幾十個 記憶 用 工作 是嗎 ? 就好像 這個 理論 前邊 你的 意識 在運作 腦部 正在操縱 在指示之下 但背景原來有其他事情在進行 所以很多人看自己不太清楚 但反而其他人可以看到你無意識的行為 所以我跟老婆說我一定是一個思考型的人 因為我經常用腦 我老婆說不是,其實你是一個情感的人 這件事我今天不想說我自己 但根據心理學家所說 其他功能是在壓抑 不代表不存在 亦不代表不在活動 其實是在活動 活動在相反方向 在相反方向 如果清醒時你是一個外向的人 你是把你的性能量 由你的主體抽出來放在客體上 而你的無意識就反而在客體上 然後抽出一些能量 就回到你的主體 所以其餘的功能就會比較內向 有一個內向的色彩 而且因為你經常壓抑 就變成這些是一些比較 幼稚一點 還有原始一點的特徵 變成 例如,如果你經常都在想 工作時會想好很多 你經常都要搞盡女好緝 想好多 如果 這是你習慣地這樣做 你就要壓抑了你的器官感 例如你肚餓 你肚餓 不理了 要搞定這個項目才要吃飯 那你就壓抑了你的肚餓的認知 例如你眼睡 開夜的 哇,很細心眼睡 你的器官的感知 告訴你 是時候睡覺了 大哥,很累了 你壓抑了 你不理 你不理 你壓抑了這些能量 不代表消失了 始終都要留在一個地方 就會留在你的主體 最後你的身體 就會變得很弱 你的身體就會變得很弱 因為你壓抑了很多負面的能量 直覺也是 如果你經常都在想 你是用一個很死板的方程式去想 你就失去了你的直覺 你不知道將來究竟會發生什麼 你都不理 你變成一個很死板 只是會看短暫的事情的人 你就不會看長遠的事情 你就失去了這個直覺的功能 又不是失去的 不過你壓抑了 所以這個直覺功能變得很差 然後 情感方面 是壓抑得最厲害的 如果你是一個思考型的話 因為情感和思考兩個是相反的 所以情感方面 壓抑也很厲害 情感方面 壓抑也很厲害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 之前那一集都好像提過 拿破崙 即是現代的領導者 就不要說了 因為太過敏感 說以前那些領導 是吧 法國的領導 他起初的時候 他的事業是很成功的 他得到法國的人的支持 是吧 成為 即是說這個法國大革命 大革命之後 第一個的總統 但是呢 但是呢 他的人呢 可能是 即是 即是 即是怎樣說 他思考得太厲害了 那麼 他將他的情感 等等全部都壓抑了 變得很幼稚 他的情感的判斷方面 就開始差了 當一個獨裁者 他掌握了權力 即是習慣了 習慣了 享受了這種力量之後 他覺得自己就好像無敵 做到自己就好像上帝 是吧 即是他們失去了那個 那個的 理性的分析 就是 他們始終都是人 始終都有一個極限在這裏 那就是 導致到他開始 犯錯了 譬如好像入侵這個蘇聯 就是他其中一個最大的錯誤 OK 那所以 我的辦公室 就是掛了這張照片 現在大家看到 就是他入侵完蘇聯之後 失敗了之後 就回到法國 那裏 我想提醒自己 就是 即是如果你太想了一邊的時候 無論你多麼偉大 多麼聰明 多麼英明神武 都好 你都會失敗的 OK 因為你開始不聽別人的意見 第一 你開始不去理性地去分析一些事實 OK 那你的情感的判斷開始差了 你的直覺 是吧 所有的事情 你都不理了 OK 你的器官的感知 你明明看到你的 隊友 個個都死死死死 都不想打 這場戰爭 你就是要勉強 OK 那最後呢 就是失敗的收場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 你的 如果 你的 外向 太過偏激的話 OK 就會發生這個 的 backlash OK 即是回來 即將 會 你的心理的傾向 就會變成一種的心理病 OK 另外一個例子 近代一點的 OK 這個就是韓國的科學家 Hwang Wusak OK Hwang Wusak 就在2006年的時候 OK 他當時是一個很出名的 幹細胞的科學研究者 來的 那在2006年的時候 就爆出原來 他很多的實驗 的結果 都是 作出來的 OK 作出來的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例子 當你的 你的思想 變成了一個很偏激的時候 即是你想一遍 即是你認為你的方程式一定對的 沒有理由不對的 這樣的話 你的情感判斷就開始 開始變得壓抑了 你的直覺也都壓抑了 OK 你開始不懂得分辨 即是甚麼是對的 甚麼是不對的 你變成 你以為自己是很客觀 但其實原來你是很主觀 很主觀 令到你是 將你的判斷能力 模糊了 你已經看不到 你已經看不到 甚麼是客觀 甚麼是主觀 因為你實在是太過 覺得自己的客觀性是對的 所以你認為 無論如何 那個 the means justify the end 總之我有了這個結果 那就行了 因為這個結果一定是對的 那就 被人揭穿了 是吧 為臭萬年了 現在 OK 就是 一個 不惜一切 去 將一些 實驗的 數據 作出來 去達到 想要的結果 OK 這種 就是外向型 的一種 缺點 就是當你的傾向 變得太過偏激的話 你忽略了 你其他腦部的功能 而且你也 看不到 分辨不到 甚麼是主體 甚麼是客體 OK 你以為 每樣東西都是客體 每樣東西都可以掌握得到 是對的 那你就會開始 走上一條 錯誤的道路 OK 最後呢 就會令到你身敗 明裂 最後會令到你的身體 受到 健康的問題 有些人就會 開始喝很多酒 開始吸毒 這樣 去逃避 自己一些負面的情緒 因為他們 壓抑了情緒 壓抑都很久了 所以這些負面的情緒 開始變成一種病態 唯一一種方法 將這些負面的情緒 暫時消失 靠一些藥物 令到你 不要想這些負面的事情 OK 有些極端的例子 甚至乎自殺 因為他們想到一邊 開始 所有事情都失去興趣了 OK 那就會有一個自殺的傾向 OK 好啦 今天呢 就講到這裡為止 今天就是講這個外向思考型 每一個型 我都會 每一個節目 給大家看 那 總共有 其實總共有 十六個 主要的 型態 即是性格的型 那我開始 講一些比較普遍的 那些先 然後 就是 慢慢將那個 複雜性提升 因為我一開始 又不想講得太過複雜 但是同一時間 我覺得這些理論 是很有用的 我覺得學校 就教得不足夠 這些材料 就在我們2019年 其實我們應該每一個人 都需要 需要有一些 基本的心理學 的知識 那就為什麼 我們這麼落後 在這一方面 我覺得 尤其是華人 那方面 就是 對於心理學 始終都帶有一種的偏見 即是說 你講心理學 即是你瘋善的 對於瘋善 這一點 都仍是有一個 很負面的 的偏見 在那裡的 stigma 我自己覺得 人的腦部 其實跟你的身體 其他部位 沒有分別 如果你 血糖高 又或者你膽固醇高 那些你很樂意 很開放 這樣 跟朋友去分享 但是如果你精神不好 又或者你情緒低落 很多人是很悲忌 他不想說這一點 那不要緊的 因為愛在彎區 就是 給你們的 也是給我 但是 也是給你們 所以在這個網台 這個平台上 如果你只是想看 你不想Carmen 不要緊的 你想Carmen也可以 但是這個平台 就是一個特色 就是 怎樣說呢 是一個比較自由 比較隨便 比較隨便 所以有很多 這些關於心理學的 題目 我覺得 很適合在這個平台上 說 因為不要太尷尬 或者你自己一個人 躲起來拿手機看 都不要緊的 但是這些知識 一定是 我就覺得很有用 因為我自己本人 就是一個外向的性格 OK 我喜歡投資在我 看到這個現實的世界 而我希望 我喜歡增值 因為我一睜開眼 我就會想一下 怎樣去增值 是為這個世界 為其他人 去增值 帶來更多的價值 但是有些人剛剛相反 有些人來到這個世界 好像 每個人都欠貴了 你給我什麼優惠 你給我什麼 你給我什麼 我會覺得 為何要有這些人 所以我才開始 在這方面 去著手研究 沒有理由 會有這麼多 神經病的人 所以一定有 是一種的功能 可以說 原本是正常的 但失調了 所以變成這些人 是這麼負面 這麼極端 我相信 我開始 開始靈略得到 就是這些人 是 很內向的人 這些原來 所以世界 亦都有這樣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晚安 謝謝 拜拜